巫统三B榜代表大会今天登场 所聚焦的议题莫过于即将举行的选举 以及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 其中巫卿团团长穆罕默阿克马坦言 如今的巫统内部确实存在 对于和行动党合作的忧虑 更多详情我们与人在世界太子贸易中心的张雨玲连线 雨玲请说 是的主播 那其实巫统领导层呢 是一直都有在做一个消毒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了从党轨也好 到这个老二也好 甚至于今天呢 这个巫统妇女主席拿杜斯里诺莱尼呢 就说明就是要党员呢 他们看清现实 那如今的巫统呢 已经不是这个执政党里头的 这个老大老大哥 已经不是这个大党的这个地位啊 所以呢 这个周选呢 相勿支持 无论是这个国阵也好 无论是这个西蒙也好 他们都必须相互支持来确保对方可以获胜呢 是为了要确保这个团结政府可以稳定的 那他就提到了这个重点 那不过呢 不过另一边乡的这个巫兴团长呢 他就有坦言就是说 巫统对部呢 确实存在了这个担忧 存在了这个忧虑跟焦虑 就是说 这个巫统如果跟这个行动党走在一起 站在统一阵线的话 会不会导致说巫统 他们没有办法再为马来人去争取权益 他们没有办法再为这个伊斯兰争取权益 甚至于说 他们会不会就是甚至要成为了这个 行动党的这个小跟班 向这个行动党低头 只能够遵循行动党的这个意愿去跑呢 竟然导致这个巫统会失去这个基本盘的支持的呢 那这些忧虑都是在巫统内部存在的啊 那不过阿克马就坦言 他就说明啊 当初巫统会和行动党在一起成立政府啊 是因为这个他们要遵从国家元首的预令 那那个时候国家元首是预令说要 大家一起团结 要确保这个政治稳定 要大家成立这个团结政府嘛 那所以他说 双方其实不存在这个共识空间 而是存在这个管理空间 统治空间的 那行动党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团结政府里头呢 是推行这个沙文主义啊 这个种族主义 共产主义的 那甚至于说啊 这个阿克马就提到 当初啊 成立这个团结政府的时候呢 行动党是要必须飞绕去这个东马 去向这个GPS道歉的 那他画风一转啊 啊 画风一转 他就要求说 这个行动党 其实也必须要向这个巫统道歉 为他们过去啊 怎么样去污蔑 这个这个巫统来道歉呢 甚至于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对这个GPS道歉的话 为什么对污统就不可以呢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话呢 是怎么说的 如果要占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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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给你们立的 想法 我们不用向这个 DAP 打回那么 在所有责任日墙中的 都给我们提供了 给了 可以做,为什么不与我们 答应吗 政政党的成员党的代表来到这里的 那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他们必须要先自己内部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请其他的代表过来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谈及了这个巫统跟行动党的关系 那说到这个成立政府 这个阿克马他也把矛头对准了这个国盟 就说国盟是相当的傲慢相当的自大 以至于说他们拒绝了这个不遵从 这个元首的玉利去成立这个团结政府 也使到说巫统他必须要答应 就是要成立这个团结政府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巫统是意识到 当时候的这个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要终止这个政治的不稳定的 那阿克马他当然他也坦诚了 就是说巫统内部其实也存在了一些问题 那也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他就有不点名 不点名去呼吁就是在外面的这个巫统党员 你们必须要回归 要回到来巫统这里 那这些所谓的外面的党员 阿里阿里比罗 这些罗巴蒂 到底是指谁 他没有说明是谁 也没有点名 所以看官可能知道自己去判断说 到底讲的是谁人 那好的 以上就是我在这里 找到的消息 把时间交回给棚内的主播 非常感谢记者与林 我们做的现场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